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弄得好还能顺便收获情场死亡 喜提双份解脱 方总的太太和方总就是同一个系统的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是一种比较戏剧 比较夸张的方式去诠释了办公室恋请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理解像方老师您的工作性质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 而且像您的太太也是航天系统的 就是可能对您来说工作和生活其实是相融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纳入考虑 就是关于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总希望给自己还是留一点空间 对 是的 所以也想问一下方老师您是怎么解决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这种关系的 所以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是听到招货是随时要赶到现场处置的 你像有时候经常是半夜凌晨我们只能那个时候赶过去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只能去适应它 两个人都是这个行业里 其实更能增加相互之间的理解 所以年轻人说如果想要进入我们这个行业的话 您的生活中可能不是像您如意的那样 你的身份标签是航天人 你会有一种那种自豪感的 嗯 归属感 所以同系统的人在一块就像您说的 他能更快地融合在一块 就不用解释太多 对的 因为大家彼此都了解 对的 因为大家从事的都是同样的工作 对 谢谢方老师 谢谢方老师